因為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要是我訴訟輸了怎麼辦 因為我說的是事實 可是如果我輸了 我可能要 做賠償的這個動作 然後我又還要被 願望說我在說謊 那我是不是找一個地方 怎麼XX自己的生命 就想很多不快樂的事情 結果被我老公聽到了 他超神奇 他後來就說 我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身邊的人都這麼支持你 然後你現在想著 你要是輸上輸了 你要XX自己的生命 那你不就讓對方太快樂了嗎 因為他就達到他的目的啊